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 春天赏花植树后是节 台中市高月花季展 今日于台中市府阳明大楼展出200盆花会开展 副市长张光尧表示 山城地区栽种高月杜鹃花数量为全台之官 高月花季展替台中花博暖身 一同来赏花 农业局指出高月杜鹃小巧新制 巨耐阴性可栽植于办公桌或家中 不占空间又可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 目前栽植高月杜鹃花种主要引自日本 因台湾气候较日本温热 盛开其提前至每年4月间 此次高月花季展出至多种品系 花形花色变化万千 昨日开幕活动免费赠送 显100名参观民众花苗 民众踊跃索取 张光尧表示 台中山城地区栽种栽植数量 居全台之官 盆栽树达于4万多盆 同一株花会出现不同的花纹 花色 花朵质样态 及富艺术价值 欢迎民众前来赏花